各位亲爱的姐妹 今天的司令金句是 应把旧哈姆徐正成为新和的面团 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今天的《独经一》里 保禄对格林多城的教友训斥 说他们在中间有一些淫乱的事 连外教人都没有 是什么? 就说有人竟然和自己父亲的妻子住在一起 这里所说的自己父亲的妻子 相信就不是自己母亲 而是后母 但这也是不对的 在伦理道德上是不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关系上都是乱伦的 好了,保禄非常严厉 他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好能够摧毁他的肉体 即是说让他受痛苦 然后希望他能够皈依改变 让他的灵魂以后可以得久 究竟实际上是做什么呢? 是否逐他出教会呢? 不知道 因为昔日就没有我们今天 有这些修和性事 这么清晰的一个发展 但保禄继续说 你们应该要把旧酵母随正 团体里面 如果有这些人 应该要随正他 不要被他影响 酵母影响嘛 好使你们这个教会 能够成为新王的面团 但我相信 除了在团体的幅度来看之外 个人都对的 因为我们虽然使用 有天主成为基督徒 给我们特殊的恩宠 但是我们也要努力 不是说你应该要洗 必然在各方面都会好好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要有意识 调整自己的生活的各个层面 各个角落 好使得我以前的毛病 恶杂 慢慢转化成为 伤情欲 做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 这样才可以将 领洗那份恩宠 领洗的时候那份热成 能够生活出来 成为一种推动力 不是停留在领受那一刻 觉得你很开心 很兴奋 不是的 所以我们就要日常的 灵修功夫了 说来说去 就是灵修三宝 看圣经 祈祷 在小组里面分享圣经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 越来越成为 新和的面团 跟其他基督徒 一起在基督之内 共融合一 好了 让我们再重复这句 四英金句 应把旧坑母除静 成为新和的面团 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